打车大屋的人就看透了哪些残酷的现实 一,搞钱才能让一个人通透 性,爱情,婚姻 都只会让一个人愚蠢 从赚一百块钱,一千块钱,一万块钱,十万块钱开始赚 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有赚钱才会让一个人越来越聪明 一个人只有赚到了钱 才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加深刻 才会真的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转机制 二,你不是佛,没有义务普度众生 不要好为人事,不要揭穿别人 对小人都说牛逼,666,厉害 就能化解百分之九十的小人 多说,嗯嗯嗯,哦 就能过滤百分之九十的垃圾流量 三,如果有人冤枉你吃了他的东西 你不要铺开自己的肚子以正清白 应该挖出他的眼睛咽下去,让他在你肚子里 看看清楚,然后反击千万不要陷入自证陷阱 四,要么努力到出类拔萃,要么就懒得乐之天命 最怕你见识打开了,可努力又跟不上 骨子里清高至极,性格上软弱无比 这段话骂醒了我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嘀咕人性的恶 有人说,杨之球的悲剧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汤凯浮出真心,却被对方砌入碧履 无色给予善意,却被对方肆意践踏 作家刘振云说过,深渊有底 人心难测在地义得势面前 人性的自私,灿烂,无耻,远远抽出我们的想象 善良若无耻,只会为自己惹祸上身 阴忍若无度,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没有劈力手段,莫行菩萨心肠 六,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 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我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骑!当面临机会时,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姿态 就被动地等待或摆出不屑与无畏的模样 该用的话术就要用,该上的手段就要上 该争的利益就要争,一次次的胜利只会带给你一步步的高升 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些嫉妒的小人,吧 刀圣和夫说,一个人的觉醒,百分之一靠别人提醒 百分之九十九靠千刀万广 何人的劝阻,都不会让一个人搭车大物 真正能让人如梦初醒,看透人情事故的 只有经历,吃亏,后悔和受伤 那些大彻大物之人,往往都从无可就要过 都曾被彻底抛弃过 或者都曾经历过世间最残忍的真相 只是他们又爬了起来,人是叫不行的 只有觉醒,觉处才能逢生 一个人只有被逼到绝路上才能开悟 人教人,教不会,是教人,一次就够 吃饭和吃亏一样,吃多了自然会成长 心不死道不生,身不苦治不开 不破不利,破而后立,大破大理 九,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难强 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 余华,十,只要利益不产生冲突 别人讲的话,一般不需要反驳 十一,没有人会去帮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 就算你跌入了谷底,也要有与人交换的筹码 这就是强者定律 你知道什么叫最顶级的能力吗 就是当所有人认为你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 而你却能够起死回生,解决所有的困难 力挽广澜,谁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境是宠圣 十二,十二,投机大师利福穆尔说 社会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好东西要靠墙 只有弱者才会坐等分配 十三,王尔德说,只要你成功了 丑是耐看的胖是圆润的 哎,是精华黑是质感什么缺点都圆得过去 十四,把懒惰之一致,把丧气的话收一收 把积极性提一提,把矫情的心放一放 所有想要的都得靠自己 努力才能得到,你总是太容易放弃自己了 人生最可悲的莫过于胸怀大志 却又虚度光阴 你想要的那么多,哪样都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疯狂去争取属于你的一切 你要记住一个人的善良来自优秀 没有实力的善良叫懦弱 十五,作家盲目说过 心软和不好意思只会杀死自己 理想的薄情和无情才是生存的力气 十六,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村里的老人活到九十多岁 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多管闲事 烂捏烂得好好的 你非要给他扶上墙 咸语躺得好好的 你非要给他翻个身 一块朽木,你非要把他叼成财 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不要随意介入别人的因果 社会的游戏规则一层一层的难度稀疏和代价 都锁死着不同的人层层递进 才会有这么一句话 成年人最终是被筛选出来的 你能赚得到多少钱不是时间熬出来的 是社会中的他人把你筛选出来的 人脉资源关系,文凭考试成绩,运气等等 让你得到你的位子,收入,士气 我们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就是恐容让离 让我们在利益面前不要去争取才是好孩子 结果我们最后都变成了有道德的穷人 其实贫穷一定不是真道德 因为给不了家人好的生活 鲜卑的人永远会失去本来属于自己的机会 野性的人永远会抢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机会 是吧,我奉劝年轻朋友在你没有成就之前 最好不要交所谓的朋友 浪费时间,用这些时间去奋斗事业 在你没有成就之前,不可能有真朋友 很多人被朋友拖累白白浪费了美好光阴 十九,不要对人性有太多期待 有些人只会反复伤害你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要浪费时间原谅他们 也不要浪费时间怨恨他们 感情不就是我敢喜欢又敢离开吗